好 下面呢 我们来配WSA WSA呢 当然也是选WSA的一个OVA的文件 我说一下WSA的OVA文件 但这个没有什么 跟YSA是一模一样的 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就选它 下一步 下一步 起个名字 下一步 选个部署位置 下一步 然后选个资源词 下一步 选一个存储 下一步 精简自备 下一步 选一下接口 请最低只用选管理口 什么P口 T口这些都不能管 只用管理口就行 我们就用考值 靠管理口 下一步 完成 没了 好 当然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是有搞定了的 WSA 既然你学了ESA WSA 他们是一个系统的 所以说套路差不多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Admin Aeroport 依然是配了一个Interface Config Admin Aeroport依然是Interface Config 然后它这个地址是242 Interface Config Edit 1号头 派PB4回车 YES 192.168.1.242 325 派PB4不派 主机名是WSA.KYT0 回车 好 他说激活FTP 要激活 激活 后面都无所谓了 直接回车就行 一路回车 但得稍微注意一下 他默认的HTTP和HTTP的S网管端口 可以看一下 跟那个ESA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ESA 刚才大家不是网管过ESA吗 网管ESA的时候直接HTTPs跟地址回车 如果说你HTTPs直接跟地址回车 你都可以网管 HTTPs也可以网管 HTTPs也可以网管 但是他们你看 端口号都不是默论端口号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给标准端口号让到 因为标准端口号他要做代理的 你见吗 他为标准端口号让到 所以说他的网管端口都不是标准端口 所以一会你网管 你直接HTTPs直接输地址是网管不了的 你见吗 你直接HTTPs直接输地址是网管不了的 你必须要改动网号 你看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不用改 保持默认的 这些都不用管 直接都全部回车 好 基本上 推出来了 直接Commit提交 好 这个提交完了之后呢 我们有老规矩啊 这些都做完了 下面就是开始传授权 不是Public Mile 复了 依然在Pred Mile这个地方 我选错地方了 应该是Private Mile关了吗 因为授权在这个Private Mile的桌面 FTP 这应该是242了啊 现在你把WC针进去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学安全啊 你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协议 你什么东西都要做安全 邮件 刚才 如果说你不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 邮件的工作原理的话 你说我怎么跟你讲 ESA你也通不了 DNS 邮件服务器 还有HTTP HTTP 其实也有 HTTP 邮件复杂多的去了 大家感兴趣 可以看一下我的TTP HP 然后呢我最近还有个课 叫做HTTP协议详典 讲了差不多六七个小时 就讲HTTP 各种各样的HTTP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应该我也是 那次也是免费课 因为当初去年我讲 网安全的时候 因为我还有 六千多的网安全的课 各种各样的攻击的介绍 那先讲了两天 这个协议介绍 然后再讲了六天 攻击介绍 所以那两天 协议介绍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HTTP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协议 不复杂 也没有 也没有一个职业 叫做网安全这个职业了 好 这个授权也传进去了 我们继续的来加载授权 加载授权 YES 从文件2 然后就是 WSA.XML 顺便说一下 这是Ninux的系统 所以说里的那些大小写是有区别的 就是WSA.XML WSA是大写的 因为这个文件名确实是大写的 好 这个授权也加载完了 咱们可以网管了 我把Insight PC 怎么老开着它 老是点错 这是PrivateMile PrivateMile里面配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管它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超链接的 你看HTTPS44 8443 你可以用我的超链接 你也可以直接写 HTTPS242 冒号8443 标准呢 43是绝对我管不了的 Admin Aeroport 好 老规矩还是走向导 反正这个 就是这个WSA ESA反而上来就是走向导 向导走完了 基本上大部分都配完了 可能还要改点小东西 基本上就差不多 好 那么我们来再 带大家走一遍向导 这个向导跟刚才向导呢 怎么都是有点不一样的 名字WSA.QY糖.com QY糖.com DNS服务器 192.168.1.244 一定要注意 这个DNS服务器可不是随便乱写的 这个一定要好使 因为我刚才说的发邮件 那你要给别人发 你要解析那个域的MX记录 对吧 然后这个为什么也必须好使呢 它是代理服务器 所有的客户跟他见TCP是吧 然后 其实是他去找那些网站的吧 是吧 但是一会我们还会再画这个图 是客户跟他见TCP 然后他去真正上网 他才真正上网去的 说实在的客户有没有DNS 都还其次 他必须得有DNS吧 他去上的网 他去把这东西搞过来 然后再还给客户的嘛 所以他的DNS正经的 他一定要上网 他一定要有好的DNS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所以这个DNS可不是瞎配的 一定要好使 时间吧 只要没啥证书的事儿 时间都不是特别重要的 下一步 好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 这个机器用代理吗 也就是说 他本来代理了 他说这个机器上网 他是不是还要代理 不要代理了 他就直接上网 下一步 那他下面就是这几个接口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这个接口 我们今天只用管理口 所以说呢 基本上我这个地方 啥也不配 他还有什么口呢 他的P口 其实就是他的政商的数据口 他的P口 就是政商算是数据口 T口是干嘛的吗 T口是用来监控的 我解释一下 就是 我怎么又把它弄出来了 P口 P口就是说 正常是代理口 Proxy口 理解吗 当然M口也可以做代理口 一般口是只用M口 因为他不想那么多接口 好 比如说呢 这些接口是KPIB例子的 然后客户呢 可以去连接他的 OK 然后呢 他可以通过这个接口 也可以用其他接口 建立第二PCP 理解吗 可以解吧 好 他的那个T口吧 反正我从来没有用过 但是我知道他是干嘛用的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网络上面的 比如交换机 交换机可以做的一种叫 端口镜像技术 10颗管它叫SPAN 10颗管它叫SPAN 就是把那些重要核心链路的流量 可以通过SPAN 流量镜像技术 给他送到这个接口上 让这个设备来分析 来分析 好 来分析的时候呢 他不是WSA吗 他不是可以上 说什么可以上 可以什么不上吗 他怎么干呢 不是我看到了吗 我看到你们在上网吗 我通过这个口 来发一些TCP的reset 就是伪装服务器给客户发 我伪装服务器给客户发 我强行把你的TCP给你踢了 你不是也上不了网了吗 你就说 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proxy 正常代理 那我 你流量过我 我都要让你上不了网 那太简单了 还有一种责呢 就是我就监控流量 发现你们居然在上网 这个网站是不能上的 我就直接发TCPreset 给你踢了 有这么讨厌 我从来没有用过 那斯科也很少 让你去做这两个T口的操作 最多做P口 P口拍IV地址就嫌我 当然我们这儿呢 不用管 我们就是 网网口IV地址就可以了 下一步 好 这是在说T口是全双工的还是半双工的 就是你知道你抓包 你有可能是双向都抓 也可能只是抓一个方向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根本都不用它 所以说保持默认的双工就可以了 好下面的问题是 默论路由 默论路由可能要有 他一定要上网 然后他说呢 你是不是还要加点静态路由 你想加的话可以加啊 这名字 目的网络 吓一跳 你还可以再加一条路由 名字 目的网络 吓一跳 我们这儿不需要 我们有网关就够了 好我说一下这个 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这个WCCP的事 只是今天我们不讲的东西 WCCP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关于做代理 可能 我昨天也已经就 基本上说过了 就是你的IE浏览器 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客户PC 需要 昨天 和今天 我们都需要人为 手工的去指代理服务器 指到这个WCC上面 然后呢 再建立第一个TCP 然后把请求呢 通过第一个TCP呢 叫WCC 然后WCC呢 到最终服务器 建立第二个TCP 然后第二个TCP 结果回给他 然后再回过来 今天 我是讲这个的 这个玩意叫什么呢 叫明确代理 因为确实很明确 你在这个IE浏览器 手抄的那个服务器代理例子 手抄的那个服务器的端口号 这还不明确 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 不太实用 为啥呢 为啥呢 为啥很简单 你看一下 比如说你到这个内部的PC上面 那比如说是Chrome吧 Chrome 比这个IE还要复杂一些 点这 点设置 然后呢 你往下翻 高级设置 然后再往下翻 到更改代理服务器设置 然后呢 这来那个英尊的选项 局网设置 点字 点地址 点断口号 想想都够了 你要说你是网工 你觉得不难 是吧 我也觉得不难 但是你要知道 你面向的是你们公司 可能你公司有1000号人 正正常吧 你公司有1000号人 各种奇葩人都有吧 是吧 人是各种奇葩都有啊 什么点都有 你觉得你们公司1000个人当中 有多少个人会点这个 我告诉你我至少六七百人都不会点 我不夸张了说六七百人他都不会点那玩 就算你给他做好了详细的那种截图的手册 我告诉你至少也有两三百人做不了 那好吧来吧一个一个来呗 一个一个点 一个一个到现场去点 那个网管会崩溃的 OK 所以说呢 在这儿好死今天玩我们讲这个 但是不太容易部署 你让每个客户1000号 每个点是不科学的 OK 隔一个星期就二十个人问你说 这怎么点啊 我记性从光了 又来吧 所以说呢 是有困难的 所以说呢 就有一个技术叫WCCP 其实叫做网页Catch连接协议 这个名字反正跟它的功能有点 不是太三变啊 它起什么时候呢 就是你的PC 比如说这是防火墙 防火墙就可以做 然后呢 你本来是 这是我们的服务器 对于PC而言呢 它感觉它自己是直接去防火的服务 这个server 但是呢 我们在防火墙 路由器 三变加热器 都给这个接口 敲WCCP的 feature 敲完之后 什么意思呢 这个客户觉得它是去的目的地 所以 其实在这个防火墙 遇到这个WCCP 这个fisher 之后 它这个流量就 它这个流量就 其实就已经被倒到了 这个 WCC上 听见啊 其实它的原木IPD都没有变 它只是重启了 二层原mark 二层目的mark 把这个针 直接给甩到WCC上了 你解释了吗 OK 然后WCC呢 就假装它是服务器 它会向这个PC 假装它是服务器 来和这个客户 建立第一个CCP 所以客户不觉得 你听说这叫透明代理 我说我今天要讲明确代理 这玩意叫透明代理 就是客户觉得 它是连到了真正服务器上了 但是这不是真正服务器 是WCC装的 然后WCC呢 然后再跟服务器建立第二个CCP 到这个CCP 到没有谁是装的 WCC是真实地址 服务器也真实地址 然后呢 通过第二个CCP 回给WCC WCC通过它装的那个服务器 通过第一个CCP 给PC回结果 你解释了吗 这个叫WCCP技术 时刻几乎所有三层社会都支持 但是这个技术配起来 和解释起来 工作原理比较复杂 所以说我们在MP阶段会解释这个工作原理 考试一定会考WCCP的 明确代理是不太很好的 OK 但是由于这个比较复杂 所以说我们在MP阶段解释 我们今天是讲明确代理怎么做 实际是这么做 这个就简单了 你只要在核心的三层设备上 做了WCCP 那就解决了 是吧 所有的客户都不用再配了 那配起来都费劲了 这个配起来都简单了 OK 这有WCCP技术 今天呢我们不做WCCP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就留着 就是 就是 no device 应该就是low device 比如说呢 没有WCCP要帮我们 那客户就直接找我 直接要找我 你们必须明确代理 OK 下一步 好 他比较讨厌的地方在 WCCP这个比较讨厌的 一定要让你初次画密码 一定要改密码 但是ESA刚才我们 直接可以改CIC0123吧 这个WCCP这个玩意儿特别烦 改不了 他的复杂性要求特别高 好 我要输一个e.sysco.com 才过得了他的密码性检查 大写sysco 这点特别烦人 好 邮件也必须得填 由于我这个确实有邮件 我就填 sysinvsecatqy.com 这个密码一定是 反正是很复杂的 我这反正我告诉你 e.sysco.com 肯定可以过的 好 然后 这个部分没有什么 下一步 就没有什么了 这个就过完了 默认开机活的都去滑 安装 好了搞定了 如果说你始终对这个密码耿耿于怀的话 因为 因为我们 也对这个 我对这个密码特别烦 因为这不是我常用的密码 你们肯定是记不住的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想把密码改的更简单 能够更好记 那你就可以做我下面这个操作 如果觉得你觉得这个密码还行 那咱们就不用描这个后面的部分了 我改一下密码啊 因为现在这个密码是 1a.sysco.com 这比较烦 系统 用户 系统管理用户 编辑一下 编辑一下 它的账号规则 把这些什么 这个要要 那个要要 全部给点掉 现在的密码就比较简单了 或者说你来个五位 这个密码就比较简单了 你提交 提交 好这个时候呢 把密码策略改了之后呢 你的管理员的账号就可以改了 改成我们比较熟悉的 我们CN台比较熟悉的CIC023 当然这个CN最终都会挥和快照 所以改不改呢 并不是特别重要 改一下密码 好 基本上啊 这个粗粗化完了 下面呢 我们就要做一些简单 演示一下啊 这个我们的WSA是可以 是可以对上网流量 H流量进行控制的 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 简单的策略 再把密码改了 做些简单的策略 第一个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但是呢你其实可以不用改它 注释啊 要去看一看是需要的 这个地方是B卡 这个地方是B卡 就是看这个 Security Service 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可以做这么多的代理 其实也不仅仅是HTTP的代理 OK 但是今天我们是做HTTP的代理 所以说你要去看一下HTTP的Web Proxy 看一下Web Proxy 好 看一下首先 HTTP的代理是激活了的 它的端口号呢 是80和3182号端口 就是说这两个端口 都是它的代理端口 那这两个端口怎么用呢 很简单啊 刚才我们不是都在Inside PC上设置过吗 更改代理服务器 局域网设置 这个WSA.ky3.com 其实就是映射的地址是19281.22 你填这个地址没问题 那填域名也没啥问题 我这填的这个域名 3182 你知道为什么是3182了吗 那填80也行 这个 域名没问题 填19281.242 没问题 都一样 我填那个域名 3182知道为什么吗 3182 3182 3182就是因为这3182 80也可以 OK 3182也可以 你觉得它不爽 你改它 你干掉 加一个 你逗号 逗号 你觉得不爽 你加一个 6了吧 这个可以 你提交 好 都没有问题 你想 你把它干掉也行 你加一个改一个 全部都可以 凡是大家要知道 HTP的代理是激活了的 默认 只在 80 和3182 OK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这边 我已经提交修改了 我这个配置没有问题 请注意现在我已经激活代理服务器了 我已经激活 激活了 我已经激活了 激活了之后呢 你可以去看看 看看能不能正常访问 感觉今天网速不咋地啊 可以访问 是吧 反正今天确实有点慢 可以访问 OK 这些都没有问题 表示我代理服务器也还挺好 也是能够正常工作的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 首先这是看一看 其实我没有说要改的啊 只是看一看 没有说要改的啊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个 叫做最终用户通告 这个建议大家是要改一改的 你编辑一下 最终用户通告 这啥意思呢 就是 你不是让别人上不了网吗 说什么不行不行嘛 是吧 那你主要 谈一个页面 那这个地方就在对这个页面进行 自定义 你说中国人谈一个英文的 他看不懂啊 来一个简体中文的 一会儿谈的是简体中文的 不行 这是不让上 OK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其实 可以改一个logo 这是我们 直接前一堂官网啊 前一堂官网 这是我们前一堂的一个图片 你可以右键 但你们公司可能都是有个官网 应该都有个logo图片吧 你可以右键复制图片网址 然后呢 使用这个logo 搞定 搞定 OK 一会儿这个 首先中文的 而且上面有 相应的这个 页面公司的logo就出现了 OK 好 剩下的钱不用管它 你至少把中文和那个logo改一下 提交 提交 好 最终用户通告我建议大家是要搞 你看啊 就是security service 最终用户通告 刚才改了一个简体中文和logo OK 这个改完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WSA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就在这个网 网易安全管理的这个access policy 这是他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在这做 access policy 这是一个默认策略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什么叫做WSA主要是什么什么上 什么不能上吧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当然是UIL filter UIL过滤 你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算是比较专业的 比那个firepower的一个肯定要专业一些 你看啊 它归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多的类 你明白吗 默认都是monitor 这monitor其实都算过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说我shopping 干掉 broke ok 这个是broke shopping要给broke了 把这个策略给做了 当然你也可以 选其他的行为 而且还可以基于时间 什么时间怎么样 什么时间怎么样 都可以做 基于时间也可以做 那我这儿是比较奔放的 就直接把shopping给彻底干掉 这是一个干掉了 好 其实我不应该提前 我应该还有策略要做 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类啊 你看有一个被broke了 其他七十八个类都是monitor的 我也解释了 monitor其实就是过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因为它不仅过 它如果有杀毒的话 它还要做杀毒的监控 OK 这个monitor就是 我在这儿曾经是过了 但是杀毒还是你 你还得去过它 好 然后呢下面你还 还有一讲 未归类的UIL 你看它这么多类 总有线上这么多UIL 那它都可以收起了吗 不一定吧 它默认也是monitor的 就是也是让它过的 那你也可以说 未归类的直接给它干掉 OK OK 好 这个带给服务器也做了 好 这个做了之后呢 我们在里面试一下 新浪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事的 我这个已经做代理服务器了啊 这个做好了 那我们就测一个京东 3.6京东 看到了吗 这个logo改了吧 中文吧 为什么被干掉 因为你是shopping类型 理解 因为你是shopping类型 被干掉了 当然我们这些 持久的过滤 但是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很复杂很复杂 做很多活动 啊 基于时间的 基于游览器 就这个游览器都不行 啊 什么时间的 各种类的过滤 都是可以的 好 这是基本的类的过滤 下面呢 我们再试一下防病毒 病毒功能 防病毒 它前面这些有些是病毒 后面这些都不是病毒 你看它有些是病毒 有些是加密文件 有些是这些恶意的网站 等等等等 它摸着就说 它会监控有没有恶意行为 如果有恶意行为 可以干掉 也可以直接跟放全部选择 全部干掉 只要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它默认是 可以监控 有恶意行为可以干掉 没有恶意行为 是不可以干掉的 你这就只要是出现在里面的 直接可以全部干掉 好 测杀毒我告诉大家 有一个比较好的网站 反正你以后测 如果说这个网站的病毒 就杀不了的话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个设备 这是一个专门提供标准病毒测试库的 叫做 您记住就叫做 3w.eicard 就叫做eicard.org 就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只要是杀的软件 就一定能杀 因为它是提供那种标准病毒库的那种 就是测试文件的 下载 好 那别说我点一个 嗯 让我存 应该吧 我想想 我看我这边是不是提交了 没有提交 我就是怎么可能还让我存呢 改一个 直接干掉吧 这才对了 他说你是这种类型的 标准的eicard的av test ok 这种类型直接给干掉了 ok 好 那么咱们今天就算讲完了 基本上什么东西都给大家看了一遍 啊 呃 FTD是比较重要的 啊 怎么处处化啊 基本的防火墙嘛 流量都放过 那个规则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 啊 然后呢 ESA 我们也讲了 他能够对邮件金控制 啊 甚至连关键字也可以过滤 病毒也可以过滤 WSA也可以 上网的URL可以过滤 然后 这些病毒也可以过滤的 当然了 这个真的只是这三个设备的 很简单的入门 啊 他的功能其实会有很多 啊 其实ESA倒真没有什么了 啊 ESA 都是全自动的 什么的垃圾键箱里这些 基本上没有什么了 但是 WSH就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啊 还有防火墙呢 真的还有四天多克 啊 四天多的 这个 这个砍泡人喝 OK 好 我们NA呢 就做到这儿 我觉得你们的任务就是 怎么装起来啊 这是最重要的 别像我 你把把都弄过啊 你们自己装会很费很费劲的 怎么装起来 怎么管理起来 这就已经是胜利了 啊 啊 ESA能做通的难度更大 WSH都没事 ESA那个DNS 当然我这儿是给你做完了的 你们可以好好看看 我哪个怎么做的 OK ESA就是最难做通的一个东西 啊 防火强都简单 WSH都简单 ESA是比较复杂的 OK 今天的那我就是把这个环境 反正知道我这个能把它做通 这是觉得就可以了 这后面我们讲那些高级部分 其实高级部分反而没什么复杂的 反正是 环境都通了 做点掩饰就可以了 OK 咱们今天又讲到这儿啊 明天讲3A 后天讲VPN 明天会ISC会出场 刚才图里面说 我说ISC没有今天的事儿吗 明天ISC会出场 明天ISC会讲3A的东西 然后呢最后天那几个VPN设备会出场 会做VPN的 谁啊 IP设备S社都会讲 OK